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探讨的主题是 信主的犹太人会保留的原来的身份与文化吗 对于外邦人而言 一旦信主后 他们是从原本的信仰改信为另外一个信仰 或者是称为改教 过去的信仰习俗文化传统 必须要放下 重新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基督徒的生活 但是对于犹太人而言并非如此 他们的文化习俗 甚至是部分的传统都是出自于圣经 他们有必要将这些过去放下 重新学习所谓的教会生活吗 我还记得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 有一位同学他跟我聊到 他有一次的系统神学的期中考那一天 他特别跟老师请假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他要庆祝祝彭节 由于他是犹太人 后来呢 老师就准他请假 并且选择一天让他补考 现在的教会大多都是以进驻教会节起为主 教会内的聚会流程 比较传统的则是承袭的部分天主教弥撒的仪式 比较当代的教会则是少了许多传统的仪式 前一集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 自从第二世纪开始 教会的领导权转移到外邦人身上 早期教会的教导的内容 很多都是对犹太人不利的 因此教会开始去犹太化的这样的一个色彩 举例来说呢 早期教会的聚会是守安息日 当时候的教会是以犹太人为主 后来教会渐渐的以外邦人为主后呢 选择在七日的头一日来守主日 以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现在的教会呢 绝对不会去过逾越节 而是选择庆祝复活节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每年的逾越节的日期 不一定会刚好是在主日 因此最后大公教会会议决定 将复活节的日期定在春风后的第一个主日 有很多犹太传统是记载在圣经上 特别是犹太节期 而教会的节期并没有记载在圣经上 但是它背后却有一个很深的意义 以及教会传统 不论是犹太节期或者是教会节期 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 重点是我们是否有没有全心灌注 定精在上帝的身上呢 因此对于刚信主的犹太人而言 到底要选择一个全心的生活呢 还是要留在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里面 这两者而言对他们都是一个挑战 我在神学院时候有一位兼任教授 他同时也牧养了一间教会 上课有一次在课堂上分享说 他的会友当中有一位是犹太人 这位犹太人他并没有选择在 弥赛亚犹太人的会堂里面聚会 而是选择了传统教会 老师就问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这个犹太人会友他的回答是 他说他既然认识了耶稣 他决定要放弃过去的生活 要选择过一个全心的生活 而我的另一位同事呢 他有一个很好的犹太信徒的同工 那他和他的妻子 都是我们这位同事传福音的好伙伴 在这位朋友信主之前 他就已经将弥赛亚的预言和经文 已经认真的研究过 并且对福音的真理有深刻的认识 因此这个犹太朋友 他信主的根系是非常扎实的 而且是兼顾在上帝的话语上 他不但是教会的长老 而且他是非常热心的传福音 因此我同事就非常珍惜 这位传福音的好伙伴 当然像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两个人 毕竟还是少数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犹太信徒都是如此 大多信主的犹太人 还是习惯跟自己的同胞一起聚会 那这就好像我们华人 到了海外地区 会习惯去往华人多的地方跑 大多也会选择在华人教会聚会 除了有教会的肢体生活 更有共同的语言 相同的生活文化 很快地就会融入在当中的生活 过去我曾到一间弥赛亚会堂参加聚会 会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犹太人 所以让我印象深刻 莫过于会堂内有极端正统教的 信主的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相信耶稣是他们的救主 并且承认耶稣是弥赛亚 或许大家会好奇 我怎么分辨他们的背景 就是极端正统犹太教呢 很简单 我是从他们的穿着来看就知道了 因为他戴着黑色的帽子 顺穿黑色的衣服 头发两侧 留着长长的鬓角 虽然他们信了耶稣 可是他们仍旧维持自己本身的传统 没有放弃 没有穿别的衣服 甚至也没有把他们的鬓角剪掉 此外 我过去也曾经参加过一个 弥赛亚信徒的培林大会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 大家聚集在一起在餐厅 一起用餐 当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发现我旁边的那一座犹太人 非常不同 从他们的穿着 我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他们过去的背景是什么 可是可以引起令我注目的是 他们吃饭的时候 是带着自己的餐点 自己的餐具 而不是使用餐厅的餐具和餐点 这是因为犹太人的饮食习惯 与外邦人不同 有些严格到餐具厨具 是不能沾染到不洁净的食物 那沾染到这些不洁净的食物 这些餐具是不能使用的 我想请问各位观众 如果有这样一个初信主的犹太人 来到你的教会 教会的弟兄姐妹 会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呢 若是一个信主的犹太人 要融入教会的生活 势必要一定要改变自己的外表 穿着甚至是饮食生活习惯等等 倘若他们要融入教会的生活 必须要做出很大的调整和改变 也因为如此 有很多犹太信徒 不太习惯一般教会的生活 因此就必须要适应教会的敬拜 讲道等等许多的地方 我有一位住在英国的同事 他有两位信主的犹太朋友 他们很常常喜欢跟我的同事 到家里一起去查经 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教会 和非犹太人一起敬拜神 因为他们觉得教会的文化 对他们很疏离很疏远 其中有一位 有时候他们也会感受到 属灵上的饥饿 这是因为他们没有 和其他信主的弟兄姐妹一起团契 我在英国还有另外一位同事 他虽然不是犹太人 但是他精通圣经和现代希伯兰文 并且对犹太人的传统 习俗和祷告文也非常了解 于是他就成立了一个弥赛亚团契 专门让这些犹太信徒 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后来他更让这个团契 成为了一个传福音给犹太人 和造就信主犹太人的 一个很好的平台 从刚刚我们分享的内容里面 我们不难发现 当犹太人信主之后 是否会保留自己的文化呢 虽然在一般犹太人的眼中 当一个犹太人信了耶稣后 他不能算作是一位犹太人 这样的一个观念 也深深烙印在许多的犹太人当中 我有一位犹太同事 他曾经分享过 他从来没有想过 身为犹太人也可以相信耶稣 并非像那些拉比们的教导 因此他仍旧会说希伯来文 不但他过教会的生活 同时的他自己也保留了 犹太人的文化与传统 其实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题目 在宣教学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特别是针对许多其他文化的族群 若是可以成立他们的族群教会 这也再恰当不过 然而犹太人是比较特殊的一群 以美国为例 有百分之七的美国的犹太人 是居住在大城市里面 这些城市相对的也有弥赛亚会堂 但是在其他国家城市的城市里面 的犹太人就不一定有这么多的人口 势必他们信主后要加入当地的教会 学习教会的团契生活 我们以以色列的弥赛亚会堂为例 有些会堂里面呢 就是同时存有犹太信徒和巴勒斯坦的信徒 这两个族群我们在新闻媒体里面 常常看到常常在互相对战 可是在耶稣基督里 这两个族群都是一家人 没有种族之分 我也曾在美国的一间会堂里面 看到一对父亲 丈夫是犹太人 妻子是巴勒斯坦人 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到十五节这样说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 靠着他的血已经得精进了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信主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应当在一起崇拜 因为这是主耶稣已经将两下和而为一 其实将来我们在天堂也是万族万民的敬拜 所以信主的犹太人应该也要习惯这一点 除非是语言上的隔阂 必须要成立另外的专门续典 那我不是要在这边强调 我们要犹太人放弃自己的文化 就像过去教会历史 用强迫的手段要犹太人信主 并且放弃自己的文化 尤其教会不能强加教会的文化 在这些信主的犹太人身上 只要信仰的福音真理没有妥协 文化就有它存在的特色与价值 但是文化必须要臣服在上帝的福音真理之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 欢迎下次继续收看西街专栏 十分钟看有限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